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办 谁能够来帮忙照顾 而衍生出来的庞大照顾的一个费用 谁可以帮忙来负担呢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新北长照照了谁 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专门委员 陈玉泽 陈专伟 中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议员江宜臻 江议员 议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介绍的是我们台湾居户董事长汪秋荣 汪董事长 董事长好 主持人好 还有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三位来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等我们一起来关心新北长照 到底照顾了谁这样的一个议题 首先先我们专委好了 刚刚说受伤 所以他说他特别能够感受到 需要被照顾的这个心情 对不对 但是听说你不符合资格 对对对 没错 是 所以呢 到底谁可以接受到这个 长期照顾这样的一个照顾资格 OK 那我想很简单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如果长照的话 它的定义来讲应该一般的民众是65岁以上 然后他有失能经过我们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的评估之后 那他有认定他有失能 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长照的服务对象 那如果是原住民的话大概是55岁以上 所以他会依照你的身份不同 他的一些的条件也会跟着不一样 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要经过失能的等级评估 是 所以我们的专委到现在 是还没有符合这个长期照顾的资格 只是呢 对他还年轻 只是说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感受得到这种行动不方便 需要被照顾 对不对 感同身受 然后呢 家人就是照顾者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现在特别能够去体会 那当然未来在长期照顾这几个部分 我相信我们新北市这种卫生局 也会强力的把能够给观众的这些 算是社会福利吧 或者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的一个服务照顾 能够做得更好 没错 这是一定要做的 那当然再来就想请教这个怡珍 因为怡珍现在还年轻 对不对 小朋友还小 但是家里也是有大长辈在嘛 您会不会担心说 未来长辈可能年纪大了该怎么办 然后或者是甚至自己年纪大了 上了年纪了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一个人生要怎么样 有 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 现在我们家里是两个小小孩 四岁跟三岁 但是呢 其实我也有长辈 包含我妈妈是刚满65岁 但是我婆婆已经80岁了 然后还有我的阿嬷 就是其实也是80几岁 那所以像现在呢 包含就是比方说 我们考虑到说要换房子的时候 就会开始看说 假设那个玄关啊 或者是进出的时候 不仅是婴儿车可以通过 也许未来可能要照顾妈妈 照顾我的婆婆 甚至照顾阿嬷的时候 我们的轮椅一些进出 或者是我的婆婆 她的住家像浴室的方面 包含那个厕所啊 或是淋浴的空间 这些我们都想要做一些 就是安全防护的这些 来设备 因为包含像我们去 带婆婆去做健康检查 然后医生就说 这个身体非常好指数很好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跌倒 对所以这其实你已经想到说之后了 现在先防范于未然 也就是说先把我们的环境 先给设计好 这样子让他们比较行动可以方便 未来就算是推轮 以现在你在说娃娃车的进出 其实相对比较方便 对所以照顾小的时候 其实也就想到说 未来要照顾老的 或是如果哪一天自己不小心 可能像专尾一样 可能出个意外 也许我自己也用得上 所以这个无障碍的环境 我就觉得的确是居家 就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的一个课题 是 好那当然我们先来想到的 就是说以目前新北来讲 我们的老年人口到底有多少 那整个台湾是不是真的老人很多很多 而且是超高龄是不是 新北市大目前是68万5000的老人 其实有个数字 我觉得每次市长讲 我们都很有感 就是每个月都有3000个 3000个市民从横跨到65岁以上 每一个月 所以那个速度是非常惊人 所以市长常说 他以前当副市长的时候 是30多万的长者 现在已经到68万 几乎是返北 那我觉得当然不是老 就一定代表失能 真的遇到帮助的时候 才会需要用到长照 所以大概一般来说 长照的比例 大概依照新北来说 大概13个percent 是 那宜珍你觉得 为什么我们需要长期照顾这件事情 我想就像小孩子需要我们照顾 不管是吃啊 然后衣服啊 或是一些平常的育乐这些 当长者就是需要 可能他的能力慢慢衰退之后 尤其像我印象很深的是我阿公 他本来也是非常健康 到处爬爬走 骑着摩托车到处走 但是一场车祸之后 他整个身体机能马上慢慢的衰退下来 然后整天就是可能待在家里面 然后慢慢的那个人际互动啊 减少了之后 连带着生活能力 也慢慢的衰退下来 是 所以才需要说长期照顾 也许可能家人 有些是因为没有那样子的能力 或者是没有那样的一个技能 照顾的那个技巧 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来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请到这个王董事长 就是说 就您在这个长期照顾服务的这一块 您觉得 为什么需要政府来办理 这样的一个长期照顾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 现在老化的问题出来还有少时化的问题 那如果政府没有来带领我们一起去做的话 对于长照这个样的照顾模式永远 是没有办法落实的 所以如果没有长照2.0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不会就因此而产生 所谓的长照悲歌 对不对 老人家可能或者是失能的人 他没有办法照顾 或者是说照顾者 请尽了一生的一个积蓄 然后也不能上班做什么 然后最后就是 可能就跟被照顾者 就是一起离开 这其实都是常常发生 所以您会不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介入的话 长期照顾的话 这种情形可能会更多 会衍生出一些社会风险出来 其实目前我们大家看到新北市的话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大概服务量刚刚说13% 其实现在老化加14% 然后再过2025元以上 已经20%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越来越可怕 那目前我们在社会里面看到 很多独老老人跟老老照顾老老 对 正是所谓的残老 那说真的现在年轻人 说真的也蛮辛苦的 因为说真的 在面对老外还有少子化问题 还有自己的经济能力问题 还有买房的问题 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的压力 甚至他们有时候觉得 不会想要结婚这件事情也产生了 甚至结婚了之后 要生一个小孩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 如果假设我们 就是在政府或者在政策去介入之后 那如果由社区或者有一群人 可以把长者照顾好 或许一些年轻人他就愿意 是不是可以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 然后产生 所以少子化也跟这样子有关系 对不对 你看上有老 如果我连老的都照顾不好 然后更何况自己 对还要再拼事业 我怎么可能还有那个精神 然后再去照顾小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宜珍也是卡在这个中间 应该压力蛮大的 但是毕竟宜珍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是不错 跟先生两个人经济状况都不错 然后家人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都还是非常好 所以可能还没有那么样深刻的说 真的看到这样子长照杯哥发生之后 是不是自己怎么讲 就是帮我们的民众来去想一下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请卫生局这里能够帮忙在做些什么 像前一阵子的确我们新北还是有所谓的长照杯哥发生 他们不是说没有告诉他们这个资源 而是他们不愿意用 那您对这个部分 您会不会觉得说万一如果家人需要照顾 你们是想要自己照顾还是请专业的来 这部分我觉得也要看长辈他自己的意愿 因为这跟照顾小孩子真的不一样 因为小孩子的话就是我们家长给他什么东西 我们帮他决定好 但是像长者包含像之前我阿公 或者是我的阿嬷 或者是我的妈妈 婆婆 他们都已经非常非常有组见 你跟他说我帮你准备好怎样怎样的照顾模式 我帮你准备好怎样无障碍的居家环境 他们不一定愿意 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就觉得我还行啊 或什么的 对 所以长者他自己的意愿 包含刚刚也跟董事长聊说 我觉得走出家门 长辈走出家门 真的是一件最困难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像新北市推很多包含我们的老人共餐 或者是很多照顾据点 然后里长也常常会做一些急难救助 但是当这个家庭 或者是不管是长辈自己不愿意的时候 一切就都变得非常非常难 所以你看像我们的政府 或像我们的民间大家 或像我们自己议员服务处会接到一些陈情 或说他们遇到怎样的困难 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连结很多很多的资源 来一起帮助 是 那我们是不是请专门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是长照二点 其实我觉得长照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非常有感 大概就是 我觉得回到源头 大概不外乎就是生病出院 你最后遇到了 家人如果住院之后 要照顾确实很困难 所以刚刚议员有提到说 要怎么样开始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要让观众有一个很清楚的看法 想法就是说第一件事情若在住院的时候 你需要人家照顾 你也觉得你符合65岁以上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是需要别人帮忙的话 就不要客气 请跟医院的出院准备联络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他会先在医院里帮你做评估 那这个部分就会减轻说他回到家里才开始联络的过程 在医院做好 你回家就可以做更好的准备 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遇到长辈住院开刀 短时间他可能很难恢复自己照顾的方式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 又有工作的话 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了 请找医院的出院准备 那新北所有的医院都非常配合政府 所以他们的出院准备都能够直接帮你做评估 甚至他们直接帮你媒合资源 甚至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帮助家属缩短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那我觉得做好准备总比没做准备好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在社区里面已经老了 需要被照顾怎么办 就请大家不要客气 请拿起电话直接拨打1966 这个是一个单一专线 那只要接到电话我们受理民众申请 我们就会派照管专员到你家去帮你做失能评估 那评估完之后我们就会交给像汪董事长 他们这样的照顾团队来接手 所以民众一定要知道住院的时候要找出院准备 回到社区请打1966 如果再不行找医员帮忙也可以 或者是找里长也可以 我们有非常多的受理的管道 但是最简单就是医院找出院准备 回到社区找1966 所以是65岁以上 假设说长辈就是失能的状况出院吗 也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大概就是说可能比较常会遇到可能会长期要照顾的 几种可能性会是什么 第一个在中风 中风是最常遇到的最大宗 第二个就是像我一样骨折 因为骨折跌倒 特别是跌倒之后 像刚刚乙甄议员有提到 只要跌倒之后你很多的状态就会快速的改变 而且那个过程中需要漫长的复健 所以其实我们常看到比较常出院里面最常最容易识别的 这两种大概就是你大概80%跑不了 你会需要长期照顾 第三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到了气切 有癌末了这种状况 安宁照顾需求的 大概也很容易符合资格 所以我想如果您观众朋友看到这一段的话 如果你自己的家人有在经历过最好不要经历 去关怀病人你需不需要长照这件事情 对 就是贴心的多问一下说 需不需要帮你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 刚刚乙作也讲得很好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就是我们不想麻烦别人 对 所以这次的观念有时候会阻碍了他去申请使用长照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必须跟在场的观众朋友和主持人分享 其实照顾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短 因为有统计过照顾是9.9年 很多人以为照顾就是一年就结束了 不容易 对 还包含了可能中风的或者是失智的 那个就是等于是他在离开的那一段时间 大概有9年多 对 9.9年 我记得我之前才8年 现在感觉又更长了 对 所以这个照顾的过程真的是一件很漫长的事 所以这个照顾的单位 提供照顾的单位也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想请教这个汪董就是 那一般来讲你们这边提供的照顾的一个模式有哪一些 其实刚刚玉子专员那边说的就是从医院端对不对 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你不要想太多 你只要有问题就打1966 你不要觉得你是几岁十岁或怎么样 因为他大概会帮你转到长照中心那边帮你接轨 所以不要想太多就是打 然后其实我们个案来源就是一个是医院端 另外一个是在所谓的在我们的据点 也可以有人就直接进来询问的 其实我觉得长照目前台湾已经在2.0 已经推了将近快5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服务的面相已经全包了 十一住行预的几乎都全包括在里面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台湾是相当幸福的 所以你只要有需求有需要 其实就是打1966 其实很快速的两天进场 然后7天达到服务的这个KPI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是是是是 那专闻有是不是跟我们提一下就是说 以目前新北长照人口使用的那个照顾模式 大概是哪一些 其实这几年大概就如同刚刚汪董事讲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重视长照 所以我们一直专注在推动让民众愿意来使用 所以大概现在有超过4成以上的民众 会愿意使用我们的长照服务 那包括居家在家里的照顾 也有在社区的日间照顾中心 像小朋友的幼儿园一样 就是长辈可能子女去上班了 就把长辈托付到日照中心里面去照顾 所以它就是有点像小朋友的幼儿园的概念 那这是要社区照顾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4成的民众在使用的是这样 当然其实也必须说 其实台湾人还蛮喜欢运用这个外籍看护的 所以在新北其实外籍看护也一定有一定的比例 大概是两成左右 那我觉得外籍看护也不用难 因为这两年大概长照2.0也做了很多的开放 以前外籍看护的人不能使用很多的长照服务 但是这几年都开放了 陆续开放 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你用了外籍看护 就忘了你可以使用长照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也要提醒很多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愿意 你家里有正在使用外籍看护照顾的 你一样可以申请长照2.0 包括交通接送服务 这些都还是可以提供的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 我已经请了外劳 好像就不好意思麻烦政府 其实不是的 我们还是很乐意协助这些家庭 因为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说 外籍看护确实在新北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觉得是我们最想努力的 就是自己承担的 好多人都很害羞 也觉得不想麻烦任何人 这个是我们觉得最辛苦的一个族群 因为他不会主动的举手说我需要帮忙 当然还有一块台湾人比较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住在机构里 对 因为毕竟台湾的机构的发展 必须比较是小型化 然后可能他的品质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没有家里舒服 所以这几年几乎我们知道 长照的里面大概占了六成以上 都是选择在家里被照顾的 爸妈送去机构 被人家说不笑 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心理压力 对 而且讲真的啦 就是有些老人家 他正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 他比较习惯 他可能退化的也不会那么快 我有看过很多真的到机构里面去的 当然那个环境 就是大家都躺在那里的 对那个心理的那个状态 就会觉得他们老化的更快 对不对 然后呢我讲真的 我们一进 我也曾经进到那个机构里面去看过 就会发现说 虽然那你设计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是这样窗明激进的 然后呢什么设施都非常好 但是他就是一个照护机构 他的那个感觉就像医院那样子冷冰冰 其实那个感觉都还在 所以我想要请教这个汪董 我就是说你们在提供服务的这个部分 你们是一个场域让大家过来 还是说你们就是提供居家服务 有派人过去的 还是哪一种模式都有 我以前在我的体系里面 原来上我们有居家护理所 那我本身也是居家护理师 我还是有可以去家里去服务的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属于居家式的 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 那我们本身有个案管理师 然后承接照庄那边的个案 转派我们这边 那我们个案管理就是到家里面去做 就是整个计划的延程 跟盘点跟资源整合 那跟家属大家讨论完之后 我们就会再转介到居都 居都就是未来的一些服务 所谓的居服员啊 或者是在跨所谓的专业人员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 有外籍照服人员 其实还可以使用妇人 就是专业马别 所以不是那么孤单的 有些不会照顾的 像有一些营养师 妇健师 还有职人 护理师 甚至语言治疗师 护性治疗师 药师 医师 全部都可以进去哦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比较 注重在居家的个案 我们可以进去服务 嗯 是 所以就是呃 其实长期照顾就是两个嘛 一个是可能就是失能 需要真的长期被照顾 一种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老人家 可以健康的老化 对不对 就是对不对 延缓他卧床 躺在床上被照顾的那个时间点啦 所以的确在长照的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能够更防范于未然 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老人家不要老化的那么快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那宜珍你自己来谈看看 就是说刚才听了专委 又听了我们董事长所讲的这些内容 服务的内容 你觉得我们新北长照 目前做的这些足还够吗 呃 我认为其实我们资源已经真的做的蛮多了 而且是政府跟民间这样子一起携手 对 甚至我觉得 好像还比照顾小孩的资源还多 但其实照顾小孩的话 家长会很主动去找资源 比方说找公托中心啊 去找幼儿园啊 去找课后班 但是当长者的时候 比方说你的照顾者 比方说可能未来要照顾婆婆啊 照顾妈妈啊 就可能是我们做子女的去帮忙找寻这些资源 而且就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长辈自己要愿意 所以当你走出家门 像刚刚我们董事长也提到了 运动 营养 社会参与 我发现长辈其实他们会非常注重自己的营养 但是他们的运动跟社会参与就不一定了 尤其是社会参与 像在我婆婆跟我妈妈身上就完全不一样 我婆婆自己的社会参与性非常非常强 她可以邻居一揪 或者是哪个姐妹一揪 就出去玩 去什么阿里山啊 去什么哪里哪里 但我妈妈就不一样 我妈妈即使你揪了再揪 她都不一定会走出家门 但我妈妈因为相对年轻 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那么那么的担心 而在运动方面 两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像我婆婆就是 每天早上都会去走个一两圈 一两圈 我妈妈就是都待在家里 所以其实甚至 虽然说他们大概差个十几岁 我都会担心说 我妈妈的那个老化的程度 有可能会比我婆婆还快 所以在这部分我就觉得 那在照顾方面 或者是要鼓励他们的方面 可能那个动机要更强 所以在这个 可能目前身体状况还OK的 这些长辈们 所以我们的这些什么 长照站 或者是我们的什么荧光咖啡馆 等等之类的 其实是不是就是否这些长辈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我们现在在发展一个叫荧光咖啡馆 那这个咖啡馆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过去申请长照 要面对的是一支电话 或者是一个冷冰冰的公务柜台 因为你要走进去填了很多申请表 这个其实对民众来讲 它会有一点点的恐惧 或者是觉得不友善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尝试在新北市 布建了就是荧光咖啡馆 就是它非常的融入生活 它平常就是一个像咖啡馆 或者是健身房 或者是像任何的一种据点的概念 里面办了很多的活动很热闹 不见得感觉像一个长照的地方 但是你踏进去 里面有一个个管室 你随时想问任何的问题 它都会提供资讯给你 让大家觉得长照不要 要生活化 第一个要生活化 不要让它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定的 只有失能者可以去的地方 比如他们有办一些 可能比较特别的课程活动 就像刚刚宜珍提到说 可能妈妈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 是因为活动可能觉得不好玩 妈妈喜欢什么 我必须老实说 你要带她去啊 因为她一定会 他们有很多长生 又要跳舞 又要唱卡拉OK 他们会觉得那个重复性很高 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 鼓励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尝试 他们有一个专门给男生的 你没有想过就是 BAR 因为男生的 男生照顾者 很难去参加什么跳舞 但是为什么要BAR 因为他们可以品酒 品茶 可以聊天 让这个服务更生活化 那邱荣那边也很努力 像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 很棒的类似像 银法健身俱乐部 那里面就很像健身房 所以会反映者会觉得说 我也不要输给年轻人 我也要来锻炼我的肌耐力 所以他进去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是在运动 但是其实里面是照顾站 所以从外面看不太出来 而且是非常友善 然后他们也办了很多 我记得很多很好玩的课 我们不要让民众觉得 好像长到距离它很遥远 对啦 我老了我没活了 可是你去做个和果子 做个茶道 去做个运动 应该蛮fashion的吧 对啊 应该不会觉得很 我们跟得上时尚 我觉得有一个面向的确是可以再加强 就是揪团的力量 对团团 你看我刚刚讲说我婆婆我妈妈想要走出去 都是有把人揪 所以当你看刚刚那个玉哲专卫讲说很多的活动 当里面的婆婆妈妈参加了 或是那个男性参加了之后就说 欸那下次什么时候一起来啊 一起来啊 我们去哪里啊 去哪里啊 你参加一次两次三次 你慢慢的当然就是会 就会习惯 就会习惯 然后你需要服务的时候 互相问 对也会觉得很好 是所以面对长照 我们到底应该 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些预防跟准备 董事长你觉得呢 如果是您自己本人的话 你看你又是护理师 对这种长期招呼又那么了解 那你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做预防 我在据点里面有跟老人开个课 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就是七八十岁的 然后他们说 欸你想给自己一个三个月望是什么 他跟我说第一个是旅行 嗯 第二个是做自勾 对 第二个是健康 对 这三个地方非常重要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 我在据点里面 因为目前我的区域还是比较 许是居家日照还有据点 那今年说真的 我很想要把据点 生就是经营的更有 唯日照的概念 所以我们开始在找 纠团要找他们去旅行了 进来越来越年轻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 欸完成他们三个梦想旅行 志工健康 哇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要说 结合所谓的 唯日照唯旅行 那刚刚郁泽专员讲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据点里面都有各管师 其实都有可以在资源整合那一块 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进来 你不要想太多 对 就纯聊天也可以 对聊天就可以了 他会发现 原来向导在已经多了 这样一个服务的面向 在新北怎么会这么的棒 这么的好 这是我感受到的 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透过一些管道 去搜集到这些资讯嘛 也帮忙自己 帮自己想一下自己 老了以后可以怎么做 怎么过 对不对 好那宜正议员也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假设说 未来哪一天你老了 你会想要怎么过 好问题 我的确也该真的想想 或是说我不小心出了意外 我现在还年轻 我还想不到我老的时候 有有 我最近就是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照顾到实在很烦 就想说我怎么会为小朋友 做那么多事情 然后会忍不住 问他们说 那妈妈以后 没有办法自己穿裤子的时候 你会帮我吗 然后他们的答案 有一半说会 然后有一半时间说不会 然后算了算了算了 看妈妈有没有给我糖果 然后会被我的朋友 就是也说 现在哪有人什么养儿防老的 就自己过自己 所以包含像我的妈妈 我的婆婆的阿嬷 他们其实都有点意识到说 他们要把自己的身体 顾得更好 才不会成为下一辈的孕大 像最近像樱花开的很多 我们家第一个看樱花的是我妈妈 我就发现 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活 就是过得很好 所以哪一天真的我们老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健康要顾好 你才有体力 去做很多的社会参与 然后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健康顾好之后呢 想尽办法就是走出户外 走出家门 看是不是也是做志工这类的 我觉得这类的生活 其实就真的是还不错的 是 那专伟再跟我们讲一下 你提醒大家怎么样来预防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近跌倒 所以我知道负能很重要 恢复你的自己照顾自主生活的能力 其实很多人都会轻忽这件事情 就觉得跌倒了我好像很衰弱 我一定要别人照顾 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越照顾会越失能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应赖别人 你会觉得你什么都做不了 我自己有这个感受是 我自己右手不能用 至少我左手要想办法能够吃饭 要能够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长者其实是需要别人鼓励的 其实不要忘记这些长者的梦想是他们改变生活 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长照 我们要翻转长照 就要靠的是这些做梦的能力 所以我们常会去发掘个案 比如他想要去菜市场 可以跟菜市场的朋友打招呼 那这个就是他最大的动力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小看这些招 有时候反而我们做子女的太保护了 就跟照顾小孩一样 你会太保护他 说你不要啦 你在家里坐着就好了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长照的人都知道 真的要去往前走 让他看到他想改变的地方 让他鼓励他做好这件事情 这也是新北一直很努力的方向 是那今天透过三位来宾的一个分享 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够充分的了解到说 现在我们新北市政府提供的 长照2.0的一个服务内容有哪些 那当然了65岁以上的长者 如果真的有需要 也请家人多多来使用多多来利用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希望每个人老的时候 都能是健健康康的老去 千万不要有卧床 所以自己的健康很重要 今天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参加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